字幕君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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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我來了 哈嘍大家好我是BAY 阿伯今天呢我們要來跟大家講一個 很重要很重要的東西 那麼 就是我們在晉升官職的時候 不是會 要到這邊來做一個測封嗎 那我們就會選很多的選項 那麼這個選項 是對你的未來 會有影響的 直接關係到你能拿到的 這個數值加成 或多或少選錯了 你拿到的這個數值 就會比別人還要少 好那麼我們在待會的影片 就會來跟大家 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 不妨先幫阿伯點一個讚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伯最新資訊 然後我們就 正片開始 Let's go 好那我們來帶大家 看到這個晉升官職的部分 那麼這邊的話 我們選左上角的第一個選項 那麼再來就是會再選三個 那麼再選三個的部分呢 全部都是這個終結亂世 不管你怎麼選 然後再來 左下角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鳳陽人風 那一樣 他第二次的選項 整體來說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主要呢 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的左上角 終結亂世 左下角是什麼 鳳陽人風 那麼右邊的話 右邊的話就是 要主龍中 一共呢 就有這三種稱號 好那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選這三個稱號 有什麼區別呢 那麼就是你可以拿到不同的稱號 那麼屬性的加成呢 也會不一樣喔 好那這個第一個就是終結亂世嘛 阿伯的這個小號 全部都是選這個終結亂世 目前呢已經拿到四次了 那四次的話呢 就可以拿到這個五十抗暴 加上一百二十五再加上兩百五 所以說一共是可以拿到多少 五十加上一百二十五再加上兩百五 所以說這邊一共是可以拿到四百二十五 那麼阿伯選到六次之後 還可以再拿到這個三百七十五 那再加上三百七十五 所以說當我選了六次的終結亂世之後 那我就可以拿到這個暴擊八百 還有抗暴八百的一個加成 那如果你選錯的話會發生什麼情況 他一共這個關職可以晉升十二次 所以說一共有這個十二次的這個選擇 那他有三種稱號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是選了六次之後 可不可以選第七次 那選第七次的話你就虧了 因為第七次的話就沒有任何的屬性加成了 就沒有屬性加成了 因為他最多就到六 像是這個終結亂世之道六次 然後奉陽人風六次 最多都是六次 最多都是六次 然後耀祖龍中也是六次 所以說選到七次就虧了 那麼阿伯的本尊已經選錯了 例如說阿伯的這個本尊已經選好像選得蠻善的 那麼最理想的選法就是各六次 例如說選這個終結亂世選六次 然後奉陽人風選六次 這樣是最理想的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都各選六次的話 那你就可以拿到八百加八百 你就可以拿到八 這個1600的暴擊 還有1600的抗暴的加成 那如果選錯的話 像阿伯的本尊已經選了這個四次 四次兩次兩次 就變成說我已經沒辦法選六次六次了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 假如說我把一個選到六次就是加八百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剩下最後兩次 所以說我只能再拿到這個一個 然後最多拿到加四嘛 那加四的話就只能拿到 一百七十五再加上兩百五 一百七十五再加上兩百五 然後還有兩個的 兩個的話就只有拿到五十 五十加一二五 加五十加一二五 所以說阿伯的本尊 最多就只能拿到一千四的抗暴 還有一千四的暴擊 是比這個兩個都選六次的話 來說的話還要少很多的屬性 少了這個兩百的抗暴 還有兩百的暴擊 那如果你各四次的話會發生什麼情況 我們來算一下 四次的話就變成五十 然後加上一百二十五再加上兩百五 五十加上一百二十五再加上兩百五 然後乘以三 哇你這個屬性就更少了 就更少了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去拿到六次 儘管你已經沒辦法拿到兩個雙六 那麼至少你要去拿到一次的六次好不好 這樣子整體屬性才不會少太多 不然你這個各四次 各四次的話 你只有拿到這個一千兩百七十五的這個暴擊 還有一千兩百七十五的抗暴 跟這個一千六就少了多少屬性 少了三百二十五的暴擊 還有少了三百二十五的抗暴 那麼如果有人的晉升官職已經選了八次 就從頭到尾都選同一邊的話 那他就少掉這個兩次 就等於說有兩次的這個加能力的 拿稱號這個數值的機會呢 就白白浪費掉了 好這邊阿貝的本尊來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做一個借鏡 那阿貝目前啊 我的這個終結亂世選了兩次 然後這個耀祖榮忠選了兩次 那麼最後一個鳳陽人風選了四次 也就是這個422 那接下來兩次呢 我就要去選這個鳳陽人風 然後最後兩次呢 就要去選這個天下歸一 欸應該不是最後兩次吧 欸對啦最後兩次 就要去選這個終結亂世之道 或者是去選這個耀祖榮忠兩次 那我就會變成 六 鳳陽人風六 然後終結亂世四 然後這個耀祖榮忠二 那就可以拿到這個暴擊 一千四百 然後抗暴一千四百的一個加成 那麼如果你選錯 如果你選錯的話 你就變成 欸這個鳳陽人風四 然後終結亂世四 然後耀祖榮忠四 那麼你這個屬性啊 就會拿的比較少 好像是拿到這個一千兩百多嘛 對不對 一千兩百二十五 好那阿貝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希望啊 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貝我們 下期再見 拜拜